这个女人叫小甜甜 她不是神经病 她是曾经的亚洲女首富 龚如新 资产高达800多亿港元 当年和李嘉诚掰着手腕子 称兄道妹 但是呢 她也是全香港最狗血的富豪 老公是全世界唯一一个 被绑了两次的富豪 至今下落不明 公公呢 为了争遗产 和她的小姑子呀 小叔子呀 一大家子人一起组团死她 把她的香宴出轨往事 扒得是皮都不剩 她老公的遗书呢 也是左一封右一封的 不断的往外冒 遗书写的跟小说一样 一天一个大反转 当时全香港的狗载队 啥都不干 就蹲在法院门口 等着反转 更狗血的是呢 她死了以后 又蹦出来一个 跳大石的陈皮亚 大抱自己和小甜甜的 鱼水往事 而且呢 也掏冲了一大堆 狗如新的遗书 也是左一封右一封的啊 说小甜甜爱死她了 把遗产全都留给她了 然后呢 就是更狗血的开思 这个小甜甜的老公啊 叫王德辉 早年靠搞房地产 赚到了巨额的财富 身家甚至可以跟 当时的李嘉诚相媲美啊 只不过呢 太过于低调 当时香港人 很少有人知道她 到了1990年的 4月10日的晚上 王德辉 开着小车就回家了 结果呢 在一条没有人的小路上 被两台小车给截停了 王匪是手持武器 直接把王德辉 就给捂走了 王匪呢 很快就给小甜甜 打开了电话 说一口价 六千万美元 要不我撕票哦 90年代啊 六千万美刀 在当时创下了 香港赎金的最高级欧 警察的监言是呢 没见到活人 坚决不能给钱 结果小甜甜还脑了 说我的钱 我相给就给 你管得着吗你们 香港阿瑟们也没辙呀 说那你这样 你打一半 你打三千万 到指定的银行账户上 三千万 那也是巨款呢 到时候绑匪 肯定会来取的 只要他们露面 我们肯定能 把他们给拿下 这招确实好使啊 阿瑟们当场就抓获了 部分的绑匪 然后呢赶紧突审 救人要紧嘛 这不审不要紧 结果越审越发现 这情况不妙呀 因为呢 根据绑匪的供述 说他们呢 把这个王德辉 绑到一条小渔船上 结果呢 正好就遇到 一艘海军的巡魔艇 这帮绑匪当场就慌了 直接把王德辉 就给扔到海里去了 而且他们是团伙作案 负责抛海的绑匪呢 当时还没抓到 谁也不知道 这个王德辉 被扔到哪片海去了 当然了 这都是绑匪自己说的 谁也没见着 王德辉到底是死是活呢 到底哪去了 到现在也没人知道 比如说小田田 那就坚决不相信呢 王德辉失踪以后呢 据说啊 这个龚如今 每天是一类熄灭 而且全国各地的跑呀 到处去打听王德辉的消息 最后呢 实在是找不着了 又去找香港的大仙啊 大神呢 想用超自然的力量 去定位王德辉的位置 后来跳出来争遗产的半仙 陈皮鸭 就是小田田 在这段时间里沾上的 总之吧 王德辉消失以后 小田田就从一个 可爱少妇 贡如新 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了啊 其实呢 这个王德辉 也是个奇人 这夫妻俩呀 在香港的富豪圈子里面 那名声不要太丑啊 主要原因 就是他俩实在是 太抠啊 已经抠到 让正常人都不能理解的地步了 王德辉呢 作为香港顶级的地产大汉 出门不但连个保镖都没有 甚至连司机都没有 上哪都是王德辉 亲自开着小车到处跑 过街给员工发月饼 人家最少 也得发一盒吧 最起码的 他是一块月饼切四份 一人就这么一小块 他和助理呢 去谈生意 咳啊 两个人买一罐咳个 一人一口就这么合 就到这地步 反正就是不胜民局吧 而且呢 这个王德辉呢 也不是第一次被绑了 七年前 他就被绑过一次 也是上班开车的路上啊 也被两台车给接停了 但是呢 上次的绑匪比较够意思 小田田付了 一千一百万美金的赎金以后 绑匪真就把人给放了 而且连车都一起还回来了 讲究人 从这之后呢 香港人才知道说 哦 香港有个王德辉竟然这么有钱 之前呢 这夫妇呢 一直在闷声发大财 香港总共就这么屁大点的地方 结果还真就没有几个人 知道有这么一个隐形的大富豪 第一次被绑之后呢 王德辉也供了几个保镖 天天保护他的周全 但是呢 没过几天就忍不了了 觉得这可太浪费钱了呀 谁还能被绑两次吗 这不纯粹的拿钱打水瓢玩吗 没几天呢 就把保镖全给开了 一个都没剩 然后他就又被绑了 至今下落不明 王德辉出事以后呢 刚开始啊 大家觉得说 说这两口子 抠 是真抠 但是呢 这夫妻俩的爱情呢 是真的感人肺腑呀 小田田三岁的时候 就和王德辉认识啊 两家人的关系很不错 小田田十二岁呢 就和王德辉谈上恋爱啊 十八岁生日的当天 就嫁给了王德辉 这时候的小田田呢 长得还是相当的清纯 相当的可爱啊 感觉还有点像登一绝呢 王德辉消失以后呢 这个小田田 到死都没有放弃 寻找王德辉的下落 还专门建了一个如心广场 来纪念他们两个人的爱情 广场上的两栋楼呢 就是用他俩名字来命名的 但其实这些啊 全是假的 后来他公共跳出来 和他争遗产 连带着把他们夫妇俩的皮 全都给扒光了 彻底把香港人的三观给震碎了 当然这是后谎啊 总之吧 王德辉死没死不知道 但是人确实是没了 人没了 但王德辉留下的华帽集团 还要继续运转 不过好在呢 这个小田田 是个不适出的商业奇才 经商天赋那是直冲天灵盖 在一帮华帽老臣的帮扶下 只用了三年时间 小田田就能够独当一面了 掌舵华帽了 而且呢 他老公在的时候 华帽只是个香港本地的地产公司 等到小田田上台 华帽就变成了一家横跨多个领域的跨国集团公司了 光是90年代 华帽的市值就翻了好几倍 很多当时的竞争对手呢 看他扎了两个小辫 疯疯癫癫的样啊 以为他就是个神经病 结果呢 无影以外都在小田田的手上吃了憋 小田田当时的锐气势不可挡 但是呢 好日子没过几天 到了1997年的5月22日 香港报纸上 突然出现了一条寻人启事 要寻的人呢 正是王德辉 而要寻他的人 正是王德辉他爹 王庭新 这份寻人启事呢 很普通 但是他发布的时间点 很不普通 1997年5月22日 正好就是七年前 王德辉被定性为失踪的时间点 按照香港的法律呢 如果一个人失踪七年 家属就可以申请失踪人死亡 然后呢 继承人就可以合法的继承 被死亡人的遗产了 王庭新的算法打得很精明呀 四天以后 王庭新就到法院提出了申请 而且呢 拿出了他儿子 王德辉 在1968年里的遗嘱 白纸黑字 写得很清楚啊 全部遗产都留给他老爹王庭新 他老婆小田田 那一分钱也熬不着 而且呢 这份遗嘱的存在 小田田竟然毫不知情 你说蹊跷不蹊跷 这夫妇俩不是抗疫情深吗 怎么他老公68年的时候 就决定一分钱都不给他老婆留了呢 这里面到底藏了多少秘密呢 其实啊 这个王德辉 在1960年和1968年 分别立过两份遗嘱 而且都有律师见证啊 真实性你就不用怀疑啊 都是真的 第一份啊 说这个遗产平分 老婆和老爹 一人一半 这份遗嘱呢 他们全家人都知道 没有任何问题 也很符合国际 但是这个第二份 就有点古怪了 这份遗嘱里呢 把遗产全都留给唐老爹了 而且呢 还是瞒着唐老婆的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等会你就知道了 总之呢 唐老爹天天拿着遗嘱去逼香港的法院 说你们赶紧 赶紧宣布王德辉死亡吧 让我继承遗产呢 小田田也天天求着法院呢 说不能宣布 不能宣布 王德辉还活着呢 我马上就找到他了 别着急啊你们 官司这一打就是两年多 而且呢 老头子仗着手上有货真价实的遗嘱 打得而起是节节败退 马上就要净身出控了 结果到了1999年 事情出了一个惊天大逆转 这个小田田呢 竟然掏出了王德辉的第三份遗嘱 遗嘱的时间呢 是1990年的三月份 再过几个礼拜 王德辉就要消失了 你说巧不巧 这可太巧了 这时间点 而且呢 遗嘱的内容更加的可疑 遗嘱呢 一共有四页 这是封面啊 是一句像情书一样的表白 其他的三页呢 每一页都是相互独立 又很完整的一段话 都说了一个意思 我的遗产谁都不给 就给我老婆 龚如心小田田 遗书上呢 还专门加了一句 说老王家人 就他们自己家人啊 都讨厌 一分钱都赔给他们 更更可疑的是呢 这份遗书根本就没有律师见证 唯一的见证人是王德辉的管家 谢炳言 谢炳言误口供的时候说 嗯 我看见了 我看见他那遗嘱 然后呢 他人就跑到内地去了 没过多久呢 就病死在内地 死无对证 这事怎么看都感觉有点过于扯淡了 但是这个有时候吧 这事情太扯了 你反而不敢断定这事就是假的 因为呢 很难相信真的会有人蠢到 把事情造假到这么天理不容的地步 当然了 老头子才不管你那套呢 觉得你这就纯粹的精神病啊 马上就去报警了 说小田田竟然公然伪造文件 伪造证据 在香港是纵罪啊 要是真被查证 文件是伪造的 不但家产一分也熬不着 还要蹲十几年的大牢 所以呢 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 小田田掏出来的那份遗嘱 到底是不是真的 只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啊 这事就算结案了 但是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老头子想要继续打这场官司 钱从哪来 他而且人家是亚洲女首夫啊 人家请的律师团队 都是香港天团级别的 所以呢 王庭新想赢 也必须要找顶级的团队 这些花费高达上亿港元 而王庭新当时唯一的收入来源 就是他儿媳妇小田田 每个月给他的一万多块钱的赡养费 连这点钱都是法院强制支付的 一万来块钱 只够给律师团队买盒饭的 但是呢 这个时候 又蹦出来了一个欺人 这个人呢 叫做林华忠 是个律师啊 当年呢 在王德辉的手下干过 但是呢 后来因为一点小过节 被王德辉给开除了 所以呢 林华忠不单对王德辉心中有怨 而且呢 还对老王家的这些事 也很熟啊 所以呢 他听说了这件事以后 马上就跳出来了 把这场官司 打包变成了一场生意 你不是没钱吗 我帮你去跟香港的商界大行们筹钱 我帮你去请国际顶级的律师团队 我跟你包园了 但是 如果这事赢了 你要掏20亿出来 给大家分分红 给大家点奖励嘛 王庭新一想 这很划算呢 他儿子遗产高达400亿 20亿那还叫个钱啊 准糟 有了国际专业团队的支持 王庭新一改往日小打小闹的 骂大街的水准啊 一出场就是王炸 王庭新呢 在法庭上 直接曝光了小甜甜 在1968年出轨的事实 而且啊 这个王德辉 当年还派人偷拍了照片 作为证据 而且呢 也是在这一年 1968年 王德辉瞒着小甜甜 偷偷修改了遗嘱 把遗产评分改成了 全留给他老弟 他媳妇一分也不给 而且这个王德辉 心思很缜密啊 他也不跟小甜甜离婚 因为离婚会分割 他的巨额财产 王德辉那么抠门 这种事 他是绝对不会干的 所以呢 他的报复方式就是 他也出轨 还直接出了三个 更损的是 他还把他和这三个 亲密朋友的照片 全都给拍下来了 瞒着小甜甜 锁进了一个 秘密的保险柜里去 连带着那份1968年的遗嘱 也一起被锁了进去 保险箱的钥匙呢 他和他表哥一人一把 一旦他人没了 他表哥就可以把 保险箱的内容公之于众了 当然了 他表哥和他老爹 也是一伙的 一直到22年以后 王德辉失踪了 小甜甜都不知道 他丈夫的这些秘密 22年同床共诊了 实际上呢 这两个人都心怀鬼胎 你就说吓不吓人吧 所以呢 这夫妇俩的关系 并不像当初外界以为的 那么亲密无间 这两个人呢 都有太多的秘密了 他们对外的形象 更像是一种 演员式的表演 这件事打得小甜甜 是措手不及啊 情况急转直下 王德辉的妹妹啊 表哥呀 各种亲戚声 文番上阵 组团开死 有的说 王德辉亲口跟我说了 说小甜甜出轨 有的说 小甜甜亲口跟我承认了 说他会模仿王德辉的笔记 小甜甜呢 作为反击 也大爆王亭新的秘密 结果发现了 这个王亭新 也不是傻好人 也出轨 而且呢 还干了一大堆违法的勾当 这一家子人 就没有一个干净人 但是呢 香港是英美法系 你撕开了花 也没有办法 证明小甜甜手里的遗嘱是假的 所以呢 最后矛盾的焦点 又莫回到了遗嘱真伪的本身 这么专业的活 就得找专业的笔记鉴定专家了 小甜甜呢 专门去内地 找了汉字鉴定界的态头 叫徐里根 王亭新呢 更洋气一点 走的是国际范 请的都是欧美的鉴定大使 结果呢 两个团队鉴定的结果 完全不一样 小甜甜这边说 没跑 这绝对就是王德辉的亲笔签名 我敢对东炮发誓 王亭新这边说呢 那不可能 这绝对是假的 把小甜甜给气了 说你们懂个灯 一群老外 连汉字都不认识 他会鉴定 他会鉴定个屁 他会鉴定 反正呢 就是谁也不负谁 最后呢 还是法院出面给了最后的定位 这场遗产大战呢 前前后后加起来 一共长达九年的时间 现在呢 终于迎来了 最后的终极大反转了 法院的一审辩论呢 历时一百七十二天 当时破了香港民事案的诉讼记录 最后呢 法官给出的检问是 王德辉就不是一个浪漫的人 所以呢 他不会把遗书写得跟情书一样 还什么弯F弯弯弯的 别撤蛋了 而且王德辉和他爹的关系 不错呀 不可能不把遗产分给他爹 所以呢 法院判小甜甜败诉 小甜甜不服 继续上诉 结果呢 这个二审更惨 法院不单判小甜甜继续败诉 还采纳了王亭新专家团队的 鉴定意见 认为小甜甜伪造了遗嘱 民事案直接升级成了刑事案了 小甜甜不单拿不到一分钱 还直接被拘捕啊 最后呢 他花了二百万美金 才把自己保释冲碍 小甜甜继续不服 坚持上诉 这个香港是英美法系啊 是三审制啊 不用奇怪 结果呢 就在所有人都认定小甜甜输定了的时候 大反转终于来了 相比一审用了一百七十多天 终审只用了短短的十天就给出了检问 这个检问呢 直接把大家都看傻了 原地炸裂 终审呢 直接推翻了二审的检问 认为小甜甜的遗嘱 那就是真的呀 理由是 我们没有理由 不相信证人的证言 这个证人呢 不是别人 就是那个死无对证的遗书见证人 王德辉的管家谢炳言 我们讲过啊 这哥们呢 一开始帮警方录过一段 作证的口供 然后就袍骛了 然后就死了 然后就死无对证啊 这个检问就是这么离谱 就是这么炸裂 小甜甜不但不用做老 而且四百亿的遗伤 全部都归他所有 他老爹一分钱也熬不着 还得欠一屁股的外债 因为呢 诉讼费高达六点六亿港元 但是这个老头啊 很有骨气 终审的时候呢 法庭要求啊 王庭信把背后给他提供资金支持的大老们 都给供出来 老头是打死也不说呀 耿着脖子啊 说不要判就判 你要做老就做老 要名单 那没有 当然了 坊间一直有一种传闻 说小甜甜最后之所以能够离奇的获胜 是因为啊 最后他找到了内地的一股神秘而强大的力量 给他撑腰 法院也是迫于压力夫人啊 大家听一个就行啊 那第三份遗嘱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可能除了小甜甜自己没人知道 甚至呢 坊间还有猜测 说王德辉可能就是小甜甜给弄没的 因为呢 这夫妇俩的真实关系 本来就不好 小甜甜就是谋财又害命呀 王庭信败诉以后呢 气得天天跟媒体吐槽 而且呢 老爷子是1911年生人 那时候就90多岁了 年仇着老爷子 就要被气得嫁喝戏去了 结果呢 小甜甜自己先死一步 2007年 小甜甜因为癌症晚期去世 其实呢 他三年前就得癌了啊 但是呢 一直忙着打官司 也没时间治 结果呢 官司刚刚打完 气一谢 人就没了 夫妇俩挣了一辈子钱呢 舍不得吃是舍不得用 结果呢 最后都死在了钱上 更多写的是呢 小甜甜死后 突然又冒充了好几份小甜甜的奇葩遗嘱 而首吃遗嘱的人呢 并不是小甜甜的亲属 而是一个半物出家的风水师 号称是小甜甜的情人 长这样啊 人称陈皮亚 我们未完待续